犯街的人 资财重银级 有很多作物 无物不作 他发大财 所以一般人看着这个现象 对佛经讲因果报应 他没有信心 为什么做好事的人 那么困难 那么贫穷 做坏事的人 为什么那么想贫 他是从现象上来看的 他不相信 那佛给我们讲 是从因果上讲 我们相信 我们一教风信 这个结果呢 结果真的像佛经上所讲 我们都转过来了 真的像一般宗教教 信者就有福了 那你不信 那你不信是你资金为福报 一教风行 一定得伤口 那么破解 泛解的人 他还有那么多的资财 还有那么样的富贵 前世修极的厚 修极的太厚了 他有没有亏损呢 大幅度的亏损 亏损了 还有这么多 他自己不知道 他以为他很难干 难干了 发了大财 比如说 命一灭 他有一个亿的财富 作物多端 处处欺负别人 用种种方法 不正当的手段 他今天拥有千万财富 你晓得 命里头是一亿财富 现在手上所用的 十分之一了 十分之九 快掉掉了 他不知道 他以为他很能干 那些财富都是 把这用不正当手段 而带来的 以为这能发财 错了 大幅度的亏损了 他们知道 用活换 现在拥有这些财富 王贼水火败家子 通通都能够 把他散灭掉 犯罚了 罚愿者判刑了 罚款了 这都是水火王 盗贼 以他为目标 水火这些天灾 他不能避免 败家子 更不必说 不等到他 这一生 戒书可能都败光了 所以我们看到是 人在万年 甚至终年 拥有亿万财产的 忽然听说他倒闭了 破产了 这个事情畅有 发的也快 败的也快 这里都有因果 这一般人粗心大意 没觉察到 发的快 命里都有 他用的手段不正当 造了很多罪业 虽然拥有这么多财富 他不知道 是他命里财富 所剩下来的几分之几 大部分呢 窥着掉了 不相信因果报应 不相信善有善报 他以为造物才有善报 善人没有好报应 最后到灭亡 他还不求 来世还要借助手 那么这样的人 当然在社会上 多人不爱念 人不喜欢这种人 不愿意给他往来 到他拜的时候 运摔的时候 别人就欺负他 瞧不起他 不愿意给他 不愿意给他 不愿意给他